还要来告诉大家 阅读旅行箱再次进驻饭店 即席兵行旅 这一次花莲市公所是邀请了公所的好邻居 也就是蓝天丽池饭店 一起来推动阅读旅行箱 带您去翱翔的计划 霍林市公所提供系列主题的好书 让民众游客在饭店里就可以轻松阅读 也让大家知道 花莲城市观光好山好水好环境之外 更有浓浓的书香味 花莲市公所与观光饭店共同推广 阅读旅行箱带您去翱翔活动 今年夏天来到了花莲市的蓝天丽池饭店 市长魏嘉贤和蓝天丽池协理徐静慧 各自拿着造型泳圈一起邀请大家长阳书海 而市长更戴上了挖镜也提着挖鞋 要带领所有人进入书海来享受阅读乐趣 阅读旅行来到花莲之后 可以爱上花莲的一切 那我们也希望来这边的旅客 都能够放松心情 那除了来看花莲山海美景之外 也许在阅读的过程里面 有一些新的触发跟感受 所以我们跟饭店业来做相关的结合 未来也持续地会跟几家花莲市的一个饭店业 来紧密地来做相关的电解 我们知道现在旅游有各种不同的层面 那我们这一次针对蓝天丽池饭店的部分 推出海洋有关系的一个相关主题系列 那我们无非也是希望倡导大家提倡环保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知道蓝天丽池后 也未来也将要推全蔬食的一个饭店餐饮的部分 那我们更希望未来低碳旅游碳中和 都能够让每一个民众了解到环保的重要性 未来让我们地球能够永续经营下去 在此要谢谢我们饭店业的配合 未来花莲市工所、图书馆也会持续地 来找几家饭店业持续来做媒合 配合蓝天丽池饭店原有阅读室 展授花莲在地作家与主题书 花莲市立图书馆这一次提供了40本书籍 来充实原本的阅读室 包括了生态主题书、海洋类绘本等 都是图书馆最受欢迎及最新的图书 还有精油方疗类的书籍 希望可以让旅人抒压一下放慢脚步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